歡迎收看食神Unboxing 今次我們正式開箱 開甚麼箱呢? 就是一個佛跳牆 為甚麼要吃佛跳牆呢? 因為今年30晚 我們當然要吃好東西 我選了這個安忌海味的佛跳牆 即食 我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 所以要開箱給大家看 原來是罐頭 不是一箱的食物 而是一罐的食物 這是他們的鮑魚佛跳牆 我未試過 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 我看看它的材料是否足夠 開了後要慶祝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倒了出來後 看見有鮑魚 另外還有竹生 有冬菇 有些筍菇 有些筍 是否有些筍菇 不如事不宜遲 我們先先開啟 充滿它 先吃 然後我們再介紹一瓶酒 好了 趁我們煮佛跳牆的時候 我們都選了一瓶酒 配佛跳牆 這次我選了一個比較特別 這瓶是智利的酒 是由這位出名的兩位釀酒師 一個叫John Deval 他是澳洲釀酒師 以及一個叫Philippe Tosso 就是智利釀酒師 兩個人一起製造這瓶酒 本身的blend就是Caminier 和試蝦 當然複雜性是比較多 智利酒大家都可能試過 這瓶是比較重的口感 讓我開來試一下 這瓶叫Vertice 讓我試一下 很濃,深紫色 味道有很多不同的香料 香草 很平衡 很順滑 因為它的Tenon不是很爆 和很硬 很順滑 很順滑 這瓶是一五年 也只是幾年 但是 很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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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趁這個佛跳牆 應該都是 脆脆有餘 應該不會被它搶了味 不如我們開蓋 嘗一下佛跳牆 好,我們來看看 先試一下 嘩 嘩 滾到 事不宜遲 快點試鮑魚 嘩 有很多材料 即是你見到它 足料的 嘗一下好不好味 鮑魚 本來已經很入味 而且有很多材料 我覺得 真的 這個很棒 先喝一口酒 嗯 嗯 對 如我所料 兩者 是可以 平衡的 因為 這個果味 都足夠 就不會被佛跳牆的味道 蓋好 而且 這個 它的 fruitiness 真的很香 因為它是 即食 本來 一罐這麼多材料 倒出來 燙一燙 就馬上吃 如果 即是 今晚做節 買一罐回去 嘩 煮滾了 而且它也有教路 其實你可以 再加一些生菜 再加一些其他東西 嘩 整鍋的佛跳牆 就已經在你面前 所以 我們剛才煮滾 也是煮滾了五分鐘 就馬上吃 可以 嘗試過 裡面的材料 都幾豐富 還有 數過 真的 有八隻鮑魚 有冬菇 又有蟲草花 還有其他的 竹生等等的配料 我覺得 真的 挺好吃 而且 也算是份量足夠 但是 這個 318元 一罐 其實 值不值 當然 就見人見智 但是 如果你說 在這個 做節的時候 有一個 這樣的菜式 300元 其實你自己買鮑魚 又要做 又要做 都可以看到 我就覺得 配酒也不錯 因為 本來它的味道 都很濃 我配這個酒 這個Vertis 我覺得 它的味道 各樣東西 都可以配搭 這個佛跳場 所以 這次我覺得 都是一個 挺好的 搭配 我這次 會給八分 希望 大家 都可以 嘗試一下 如果這個佛跳場 在家裏 想做的話 如果想省工夫 買這個 整合佛跳場 回家裏 就完成了 所以 這個 做節的佳品 好了 我們 預祝各位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過了一年之後 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食神Unboxing